在这个时候呢 华盛顿邮报又有个讯息 说美国有一万人被动员 加入以色列军队 另外黎巴嫩的问题 也告诉大家 在叙利亚东部的美军基地 又传出了爆炸 然后所以美国的五角大厦 我们看到有很多动作 告诉大家美军的基地 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基地 总共被打了16次 24位美军受伤 还有个承包商避难的时候 心脏病发作 所以拜登已经下令了 轰炸伊斯兰的一些设施 目前在伊朗的一个设施 它是属于伊斯兰革命队 还有它的支持组织 目前叙利亚东部 驻扎有900名美军 伊拉克驻扎有2500名美军 军事上大家都在调动 当然在联合国当中 也有很多的 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下资料 联合国10月25号 不是安理会吗 两份以巴决议案草案 美国提出草案 被中俄阿联酋反对 俄罗斯提出草案 被美国英国反对 之前巴西提出来的 也被美国反对 然后大陆的代表张军 在这边讲了一段谈话 基于事实法律 良知正义 对美国的决议行使否决权 也动用了否决权 所以李将军 你怎么看 军事上各方面的一些动员 特别是 我还是想再回到 我觉得沙特蓝下 这个飞弹相当不寻常 我觉得沙特蓝下飞弹 最后一个目的 其实他已经考虑到说 这个之后 他还是要跟美国之间 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他还是需要国家 还是需要美国的这种保护 其实还是有这种希望在里面 所以他目前来讲的话 第二个目的 我觉得他也不希望说 这个战事继续扩大 他希望如果说是 胡塞组织打 真的是一个飞弹 打到以色列来讲的话 以色列的个性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报复的行动 会更强烈 这里面我几件事情要讲一下 我先补充一下神音毒计 美国真的很坏 就美国有这种东西 你看奇出沙特蓝中 联合国公约都已经说 不能用这种东西 这不是违反战争法吗 神音毒计是什么 你知道其实我们都有 我们国军 你看那个防毒面具里面 就我们带两支 神音毒计的解毒针 叫阿托平针 每一个阿兵哥身上打仗的时候 身上就带两支解毒针 那个针头有多粗呢 就这么粗 针头哦 针头有这么粗 对针头 插心脏的嘛 不用插心脏 插大嘴 插大嘴 那个管子他那么大一个 就每一个阿兵哥身上 带两支这种针 然后他就用弹簧 往事实力身上一敲 啪那针头就打进去 然后打完以后 你要把它绑在身上 绑在身上干嘛 就是如果救护人员来发现你 已经打了两针以后 就不能再打第三针了 免得危险 所以说阿托平针 但是美国他们那种 神音毒计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消除的 一种是没办法消除 没办法消除就跟油一样 粘在身上 你怎么洗都洗不掉 所以美国他们现在提供给 这个神音毒计 听说给的是这种 类似这种 比较你没办法去去除的 就比较危险的 影响更大 那联合国这次会议 我觉得这种会议 我听了你会很生气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跟观众讲 就是说一个强盗 不是一个坏战 跑到你家去抢东西 对不对 然后你拿棍子去打他 要把他赶走 你说不能打这个强盗 因为他有自卫权 强盗可以拿枪 拿枪或拿武器抵抗你 你跑到人家家里面 去攻击人家 结果你美国说他有抵抗权 我觉得中国现在来讲的话 用这个否决权 简单说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你不能说你跑去人家家里面 然后你还说你现在明明就是以色列 要去攻击加沙走廊 然后你还说以色列有这个抵抗权 这对加沙走廊的这个 巴勒斯坦的民众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也非常没有正义的 那美国来讲 现在不管在叙利亚或者是 这个伊拉克的这些驻军 它的基地 其实美国在这边它当初是以打伊斯兰国的名义 进到这些国家来 这边ISIS 那现在来讲ISIS已经打完了 这边也已经大概已经销声匿迹了 可能还会死灰复燃 我们不敢讲 但目前来讲的话 你美国就没有理由在人家国家里面驻军了 你驻军只有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 就是他在偷叙利亚的石油 他每天从那边偷挖石油出来或怎么样 但是这些平常来讲美国实力还是很强大 它这些基地在那个地方 你如果说是用一些民兵对它来讲的话 只是一些洗澡而已 谈不上是攻击 攻击来讲会造成它重大伤亡 但是我想说这些民兵 如果说不是伊朗 有一个国家有组织的攻击来讲的话 这些民兵的攻击行动 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洗澡 但是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 你说会不会打地面战 我个人在研判 就军事研判我觉得是不会打地面战 不会啊 不会 为什么 以色列跟美国现在是在找台阶下 对不对 现在找台阶下 我跟你讲 我是讲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讲坑道 也不要讲那个 你第一个你弹药你就不计不上 所以一般人只想说 打坑道战怎么样 进去里面怎么样 其实你知道打城镇战 尤其像这种地方的 弹药消耗量是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一个士兵身上 我们自己设置过 身上戴五个弹夹 枪上面一个身上戴四个弹夹 那你只要遇到敌人 你那种紧张状况是这样 这个五个弹夹大概两分钟就打完了 你就马上要补充弹药了 我举一个最具体的 而且实际就是巴赫姆车作战 打了差不多半年多 然后乌克兰跟俄罗斯两边的弹药 全部打光了 就光一个巴赫姆车 他们两个国家 所以梁君你说他不会打这个 城镇战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是战药匹 没有胜率是吗 第二个 第二个我跟你讲 这种废墟里面 我们昨天还讲 前天还讨论就是说 他有很多 哈马斯有很多的这种做法 打法 比如他用一个狙击手 对不对 他有没有可能给以色列 另外一个致命的一击 我觉得他也打不了致命一击 但是以色列敢不敢进去 你如果进去的话 你面对的是那些平民 对不对 那平民来讲 这平民他分不清楚 那国际语论会更大 就变成你去残害这些平民 或干什么 他就是他枪放下来 他马斯把枪放下来 他就平民了 这是他第一个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面临的问题 他是他的狙击手 对不对 他狙击手他打 他不会 我们训练的国家 狙击手他不会把你打死 他帮你打受伤 你打伤一个 你就要四个人来把你这个人抬走 对对你来讲战力很那个 第三个你知不知道 其实以色列已经进去了 他进去以后 对 他损失了多少 他死了一个军官 受伤三个兵 他有一样战车被摧毁 还有四样推土机被摧毁 用什么东西摧毁着 用火箭 就是反坦克火箭 其实无人机 反坦克火箭 这些以现在化的战争来讲的话 这种不对作战来讲 对以色列的伤害都很大 所以他现在来讲 他们是在找理由 你看已经 这个仗已经打了二十几天 那时候号称说 以色列在第二天 二十四小时之内 就要对北加萨实施攻击 但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看到说 进去里面就马上出来了 你打一个承认战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个人研办 现在来讲的话 所以你觉得这个以色列会有什么样的台阶可以下 他现在就要找台阶家 就像亮哥所讲 譬如说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不是派个顾问去吗 叫他先带进去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获利最大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 在中东四溢进去 所以说俄罗斯为什么愿意见 这个哈马斯的代表或者伊朗代表 那美国也知道他这次来讲的话 在世界大国的博弈里面 他不管跟中国跟俄罗斯来讲的话 在中东地区的博弈 他就已经吃了大亏了 那如果说不赶快 美国跟这个纳坛亚胡 自己不赶快找个台阶下来 结束这场战局来讲的话 越拖到最后 其实对世界来讲 对以色列的反感会更加深 在这种状况下 国际舆论对他来讲 这个反感会更不好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更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